而蔡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了中国大陆频频打压限制 先是巴拿马断交 接着台湾驻二瓜多等等的五国办事处被要求更名 针对台湾外交的处境 台湾智库展开了民调 有五成的民众拒绝国家主权被矮化 那么另外呢 香港回归大陆20周年了 对于陆方承诺的一国两制 在调查当中也有五成的台湾人觉得 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外交成绩频频受挫 先是巴拿马断交 紧接着是五国要求台湾办事处改名 根据台湾智库的民调 二瓜多政府要求办事处名称改为中华台北 百分之七十七的民众觉得无法接受 有五成的民众觉得应该坚持国家主权拒绝矮化 蔡英文政府我们是主权国家的主张 获得五成支持 针对过去这一连串 台湾在外交空间被打压 然后被这个就是说很粗暴的处理 那基本上我们的民众对于这个蔡总统 应该坚持主权 而不是去接受九二共识 这部分实际上是跟蔡总统 我们主流迷跟蔡总统的那个方向 基本上是比较一致 外交的下一步将近七成的民众认为 应该把经费放在参与国际社会 在国际上活动使用的名称 有将近五成民众认为应该使用台湾 而非过往的中华台北 香港七一回归中国大陆20周年 民调显示有五成的人觉得 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失败的 对于香港未来的民主 六成的人表示悲观 中国政府在香港20年来的同志 所谓的一国两制的承诺 基本上是失败的 基本上是失败 这也是为什么当习近平到中国 到香港访问的时候 需要层层的巨马 需要净空整个周遭 为什么 因为香港政府担心抗疫的人潮 实在太多了 有香港回归的借禁 蔡英文政府未来面对中国大陆政府 如何走出困境 这难题 人得寻求缓和之道 欢迎新闻科广名 陈舒曼台北报道